日本籃武士对上西班牙舰队前锋 左脚近射追平比分 这球又很悠准敲开了西班牙大门 门战虽然拍到了球 但球依然入网 日本队大惊奇 约三分钟内又进了第二球 本来球差点出界 队友狂奔踢回界内 再由第三人护送入网 十世级的团队合作让日本逆转胜 最后2比1踢走了四届冠军西班牙 以小组第一晋级16强 这一刻全日本都疯了 算是街头成了迎求市地 挤满了庆祝欢呼的群众 日本全国狂欢 大批网友向首相岸田文雄喊话 说赶快学阿拉伯 全国放假一天吧 而日本队活力满满 原来前一天吃了蒲烧满 这鰻鱼可是随对主厨西方照的必胜武器 鰻鱼富含维他命B1 可以消除疲劳展现活力 主厨期盼透过美味的家乡菜 为球员提供满满元气 同时带来好运 而且日本队还有必胜菜单 比赛前三天必吃汉堡牌 前两天吃饮血吸金烧 而这食材全都是日本空运直送而来 十分新鲜 记得综合报导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鲍鱼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 是 我只能称之后